内房扩散 外房输入 严防武汉肺炎病毒有机可乘 大陆至今已有27座城市宣布封城 就在南京宣布小区封闭管理后 福州也祭出最新禁令 每户两天限制一人外出 封城令让当地不少工厂复工遥遥无奇 尤其是台商制造重镇浙江杭州和河南郑州 经济不统计台商在杭州投资金额约新台币713亿元 郑州投资金额约560亿元 两座城市都是鸿海富士康生产基地的大本营 虽然鸿海誓言力拼2月10号复工 但根据路透社报道 如果无法顺利复工 iPhone恐怕面临断货危机 2月10号前的停工令不止大厂 大陆中小企业亏损更是难以估计 北京一稍有规模企业 在公司老板表示 停工一个月没有收入 员工工资 房租和物业等累计亏损高达三四千万 第一个封城的重灾区武汉身为面板重镇之一 大陆京东方TCL华星光电和天马等面板产线都坐落在此 武汉预计2月14号才开工 一旦复工日期延后出货效率变差 恐怕造成锻炼危机 另外集中在苏州和重庆的NBODM专业委托代工厂 虽然第一季本来就是淡季 出货预估剂减约2到3成 但疫情影响下降幅势必在扩大 仁保汉广达预估剂减双位数 因业达则表示减幅约15%到20 伪创甚至预计幅度达到25% 淡季更淡 就算没封城令 大陆不少城市也自行关闭另外道路 开工后员工能不能顺利返回工作岗位 成了最大变数 东西采集新闻综合报道